4月2号,中国国民党前主席马英九在广东省中山市参观孙中山故居纪念馆 当天,马英九率领大酒学堂20名青年学子 向纪念馆内孙中山先生同像献花,鞠躬致敬 马英九说,孙中山是自己一生崇拜的偶像 百多年前,孙中山领导革命就许下走向民主共和,一统中国的承诺 令人兴奋与感动 孙中山先生是我一生崇拜的偶像 今天我来到他的故居,内心非常的感动 113年前的中国蜻蜓激弱不振,饱受列强清零 被迫签订许多丧权入国的不平等条约 国势围如雷软 当时,中国社会贫富悬殊 文盲遍地,法治缺乏 社会落后,人民看不见希望 孙中山先生领导革命向全中国人民许下自由 民主,均富走向民主共和,一统中国的承诺 让人民兴奋与感动 马英九说 孙中山始终致力于创立一个自由 团结,均富,统一的中国 让国家更兴盛,为人民谋幸福 这对于两岸人民与后代子孙的生活与福祉至关重要 马英九说 孙中山对于两岸而言都是影响千秋万世的伟人 期许两岸人民都能记得孙中山先生遗训 我期许两岸人民都能记得孙中山先生的遗训 和平,奋斗,救中国 我深切期望,两岸因共同合作 避免战争,致力和平,奋斗,振兴中华 共创和平繁荣 这也是我们这一辈中国人最大的愿望 据了解,马英九于4月1号至11号率领部分台湾青年学子 前往广东、陕西与北京 进行为期11天的参访交流